1906年洛杉矶阿苏萨街复兴运动之后不久 五旬节运动就透过早期五旬节教会使用的相同方式传播到非洲 例如挨家挨户传福音 在感兴趣的寻求者家中举行聚会 在火车上步道和公共汽车 街角和公共广场的地方 1970年代的灵恩复兴对当今教会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信仰正成为非洲基督教最重要的教派之一 以下是早期五旬节教会使用的一些手段 例如挨家挨户传福音 在有兴趣的寻求者家中举行聚会 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 以及在街角和公共广场上讲道 1.挨家挨户传福音 早期的五旬节教会采取挨家挨户传福音的方式来传福音 五旬节派传道会挨家挨户传福音并邀请人们参加教会礼拜 1970年代的灵恩复兴 如何对当今教会的成长产生重大影响 1970年代的灵恩复兴 在几个方面对当今教会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 1.1970年代的复兴 重新强调圣灵和圣灵的恩赐 这导致人们重新强调圣灵在信徒生活中的力量 现代五旬节教义和实践高度重视国际服传 1906年洛杉矶阿苏萨街复兴运动后不久 这场运动就蔓延到非洲 现在非洲有许多自治 自我推销 自我维持的五旬节教会 他们使用与早期五旬节教会相同的方式 例如挨家挨户传福音 在有兴趣的寻求者家中举行聚会 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 以及在街角和公共广场上步道